观众朋友们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有话好说 我是主持人徐曉雯 今天有一份民调公布了 蔡英文总统以及林全内阁的一个满意度 那两位的满意度 都是降到了百分之五十 那我们在今天也看到了 行政院长林全 他要办好几场的公开 因为说是沟通会 要跟许多的一些社会团体社团 今天有一场 那还还会有两场 要一起来沟通说 到底未来台湾还要面对的 大家的看法 还需要有哪些问题在 那邀请社团来参加了 这些座谈会林全自己亲自亲上火线 也看到了一些重要的部会 不管是环保 或者是劳工 农委会 他们这些的这些次长们 或者是副主委们亲自也排排座 听这些社团 特别是那个社运的负责人 他们提出他们的看法 那在这些的一个座谈当中 其实场外也有很多的抗议 我们先要来看这段 到底今天这样的一个座谈 是不是真的听到了 还是说这是第一次听到 还是说以前就已经都说过了 但是今天还需要重复再说呢 来看这段陛下 改在行政院长林全与二十四位民间团体代表 第一场座谈前高举标语 在行政院大门口前抗议 要求民进党撤案 还劳工七天国定假日 这些过去和民进党几乎是同一阵线的盟友 不只在场外抗议 还在场内网络直播座谈中 炮声隆隆 对的事情都没有很快的做出来 那做出来的很多都是错 他们选前选完我的学生 那整个很大 就说哇 怎么也这样 我都不晓得我怎么跟他们对话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说 哇 你选对了 只于参政府刷任之后 对的事都没做 劳基法修正案一例一修政策 更点燃基层劳工的怒火 希望这一票能够改变这一切 那没想到呢 我们政党轮替之后呢 我们这个砍七天假 这个政策呢 依序研究这个 延续着国民党的政策 政府砍了我们这七天假的话 劳工会用生命 会用血汗来抵抗 如果还是发生过去像类似 以前的那种模式 那九九十一年过去以后 我们大概就觉得说好 那以后就要常来行政院 从劳工环保能源到电业法修正 各团体代表侃侃而谈 林权不时低头写笔记 耐心聆听 还是无法拉长执政的蜜月期 新政府执政三个月 总统蔡英文的民调满意度 首度跌破五成 林权的不满意度 也第一次高于满意度 出现死亡交叉 民调的结果如果说是不好 那我们更就表示 我们更需要加倍努力 这个我们也会来 尽量要做到 行政院规划举办三场座谈 后续还有两场要持续 跟各领域团体代表对话 进行社会沟通 进而调整政策走向 但能不能带来实际效益 还是只是流于形势上的聊聊天 也考验着蔡政府的沟通能力 和施政绩效 记者林信朋友组 王新忠台北报道 好的林权心上火线 要对于新政府没有命运期 那实质的进入 这三个月的政策的一个检验 我们今天请到的学者专家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要介绍 在我左手边的第一位 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 孙明德孙主任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绍是 全国工业总会的 常务理事何宇何理事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要介绍是 桃園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 莊福凯莊理事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最后要介绍是 彰化环境保护联盟 总外事施月音 主持人及观众 大家晚安 好了 刚才各位已经有看到了 我们刚才这个bc 他今天邀请的各个 有许多的社团 然后要亲上火线 这样子做沟通 但是我们也看到场内 场外有抗议 那另外 我们要先来看一个新剧图卡 就是满意度 蔡英文总统 跟林权内阁的满意度 我们先来看的是蔡总统 蔡总统 他的一个最新的民谣 满意度 首度掉到了 掉到了 掉到了四十五点五趴 掉到了四十五点五趴 好 我们来看第二张 林权的施政满意度 最新民调 他的满意度 掉到了三十七点三趴 而且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他的不满意度红色的不满意度超过了他的满意度 他已经到了四十点四趴 何理事长 何理事我想请你看看 就说 当然您过去您包括您所代表的团体是以脂肪居多 容我这样称呼您看这一副 看了这一个满意度您却就你们单单是不是就资方的看法 您觉得这个满意度是ok的吗 还是还会 我在工业总会已经连任十一届三十三年 唯一连任的一个常务理事 三十三年来我待政府开会的次数非常多非常多 那么有关七历一休的事情是从纯稀本总统开始公务元年作秀二日开始就有勞资协证协商 如果未来双遮八十八小时双遮八十四小时到单遮四十小时的时候 当时的劳资协证协商就要恢复国定加入跟公园一样 那么到后来我们协商总共有三十五次 三十五次里面包括民进党政府选举完以后 我们也进入协商期 只不过当时他还没执政 我们协商的地点都在他的基金会办公室跟台大的会议室协商 那么经过了多次协商以后我们每一次资方都一直退让 就一直退让一直退让退让 退让到第三十五次的时候大家都定案 我们是跟全国十大的劳工团体代表性十个劳工团体 以及协者专家一起协商的 那到最后又变卦一直变卦一直变卦一直变卦 我认为政府最重要是诚信问题 信赖的问题 今天你的执政有没有获得全民的信赖 跟诚信 这是很重要 至于你跟劳方答应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政府 包括你的部长 包括你的政府委员 跟租方协商确定的事情 跟劳资协政协商确定的问题 你就一再变卦 那就让租方失去信心 所以我们七个租方的团体代表就关闭了劳资政府 的协商过程 未来会不会开放 不知道 要整个最后的政府跟劳工跟协主专家跟租方 做最后的协商以后才能会定案的 那如果这个事情都没有定案 我们永远会关闭 跟政府的协商的大员 那我们租方团体 七个租方团体的理事长 做成结议的 所以我们现在任何委员会的会议 我们都拒绝参加了 拒绝参加 那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们会重新回到的谈判桌呢 一个就是现在整个台湾的经济一直不好 我想我们等一下指认会 作为明确的报告 台湾的国民首都只有两千两百三 两万两千三百块 比韩国的三万三千五百块还低 比日本的八三万八千块低 比德国的四万八千多块还低 比美国的五万五千块还低 今天你两万两千三百块国民首都 你要制定什么样的劳动条件 这是我们很关注的 我们一直建立 你的劳动福利 劳动的权利 我们不反对 劳工一定是争取的 但是你要一系渐进 依据你的国民首都 你的经济实力 跟你的国际经济竞争力 来渐进的改善 劳工的权利跟福利 这是我们非常支持这个观点 因为我以前也是从劳工出身的 好 孙熟任 其实你看 其实在这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 我们看到了 在上任的时候 林圈内阁说 他是一个财经内阁 也是一个改革的内阁 同时也是一个沟通的内阁 那除掉楼在这个 在这几个月里面 我们看到劳资 是 劳资为了一例一休 为了这修法问题 卡住之外 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些的经济政策 我们应该要做的 或者说可以解台湾 目前产业跟经济的蓝莓 知己的政策 该做而没有做 或者说 其实还有什么样的部署 不用到这么惨 是 我觉得主持人讲的很好 像安倍政府 在他刚上任的时候 安倍政府 他别的没有做 他先贬值 他先让日元 从七十五贬到一百 那个时候把整个日本的出口 打了一剂长新增 让日本的大企业 财务保表非常好看 然后安倍在进而游说 这些大企业说你可不可以帮员工加薪 当然员工 企业要帮员工加薪 可能还日本的企业还有一段过程 但是你可以看到安倍的支持率 一直就居高不下 一直到最近 他在国会又大胜选 所以你看到 相对于我们总统的这个支持率 院长的支持率 你会发现安倍 他会善用于他这个蜜月期 打了一剂强新增 在经济政策上鼓舞了日本民众的士气 所以让他后来的经济实证非常的顺利 像他最近又要提出二十七兆的扩大内需的一个日元的扩大内需的政策 民众都会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很可惜的在他前面三个月 他感觉起来被一些出发的状况困住了 在他 我记得在他的不管竞选的时候 当选的时候 或者是任何时候的讲话 你都会发现他比较必谈这种比较争议性的事情 他通常会用否定句 我不怎么样 我不会怎么样 我不能怎么样 那缺乏一个愿景 说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好像不犯错 就可以让自己民意支持率维持在这个地方 目前看起来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错是一个良机 第二个您问我说 他就前面三个月应该要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最高一件事情 应该要去做公共建设 宣布一个很大的公共建设 比如说 比如说政府投入两千亿或五千亿 未来四年以内 要把我们政府的一些办公 老旧的办公房设重新改建 或者做一些新的建设 借此来带动国内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 等一下还会再讲到其他的产业 至少把国内一些基础建设的东西做好 我觉得这样子 至少你先把新力做在前面 把柄做大 后面劳工或者其他团体 再来谈分配的时候 就会比较游刃有余 而不是一开始就陷入劳工和资方之间的分配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的难解决 也是说在林圈内阁跟蔡总统 他们一开始就挑了一个最难解的吗 我不知道劳团 像劳团跟环保团体 你们今天我们应该都有一些的代表去参加了 跟林圈面对面的沟通会 那当然我们刚才在讲话说 这讲的都不是第一次讲的 你们我想提出来都不是第一次提的 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参与 那你们今天的主张是一些新的主张吗 还是其实以前选前就一再的已经要求或提出来 来希望新政府对性 也曾经甚至有收到承诺 有吗 我先回应一下 我们何常吾刚才讲的 他们所谓跟政府所谓的三十五场会议 那事实上桃园市产业总工会 作为臺灣最先进的工会 并没有参与任何一场会议 所以你们会议的内容 跟会议的对象是谁 或是他会议的性质 我们也搞不清楚 所以你三十场会议是令人质疑的 那 你可以请问答中不 那我想说 臺灣的GDP最近是有成长 但是看一下我们劳工的行资 二十年并没有成长 那请问一下 我们GDP成长果实到哪里去了 不就是到资本家的口袋里了吗 所以我认为我们 我们的大老板们常常用这个出走 或者不赚钱来威胁劳工 我觉得这是非常没有道德的 因为说实在话 台湾长期就是长工时低工资 这种状况已经很久了 那这一次最主要会产生这个劳资很大的争议 就是砍七天价的问题 我想这个砍七天价全世界过国 实施周休二日或是在单周四十小时 全世界各国没有一国像台湾一样 砍劳工的七天价 我们台湾的价不是全世界最多的 比日本比韩国都还要少 我们的薪资水准当然更是比不上 那他们的GDP为什么可以成长 可以分配给他们的劳工 我们台湾又不行呢 再来讲今年1月4号 蔡主席有接见公斗团体的时候 有亲自答应 在还没砍七天价之前 他有一个实质的配套措施 请问他实质配套措施是什么 那既我所说就是所谓的一例一休 那所谓的一例一休 因为劳动部的对劳基法24条 及劳基法39条的解释错误 让我们觉得 这个劳工的权益受到剥削 况且一例一休 基本上就是现状 那我们劳团主张 周休二日确实落实 这个所谓的周休二日 那各位想想 我们民国75年 有一个解释令 就是经过劳工同意 可以就是把那个驾 驾制挪移 就是十四天 你可以第一天跟最后一天休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 而且我们这个 民生院长只是延长两个月 我想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运输業来讲 今天你搭上一个巴士 这个司机是联系开了十天车 没休息 你坐得安心吗 所以我觉得我老实讲 我宁愿多付一点 前来坐高铁或做其他这个这个 我也不愿意做一个非常疲劳驾驶的一个客运的司机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台湾的劳动逃渐 并没有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GDP的成长 有所提升 反而有渐渐下降的趋势 好那今天的这场沟通 你觉得真的有沟有沟有通吗 我觉得这样沟通 事实上并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 你觉得预期的效果应该是什么 预期效果应该 譬如说七天假 他应该从立法院马上去撤回 因为为什么劳工坚持只装 你要从立法院撤回呢 因为现在民进党占多数 他要通过一个法案 修一下就过去了 那我们劳工即使在场外 即使在努力在在这个绝食的抗议 仍然是抵不过那个立法院的多数 那如果能够撤回行政院 再与劳工做一个彻底的沟通 然后大家定出一个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再送到立法院去这个审议 我想这样的争议会比较少一点 好那我们回头来看 其实今天的跟林全院长 面对面溝通的这些团体非常多 那过去像环保团体提到 特别像你们出生于中部 中部的空气污染问题 最近很严重 这样的问题 我在今天也听到 你们有提出来 那过去没有提出来吗 还是说老调又重提 应该是说新政府上来 我们是有提过了 有提过 然后但是这个最近的 就是有关海上风力发电 因为新的政府 其实非常的 包含今天他回复 其实就是要大力的推动 海上风力发电 虽然是个绿能 我们很支持绿能 但是我觉得 在现阶段很多研究调查 在海岸部分 其实很缺乏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让大力的推动 绿能是应该要发展的 但是我们觉得 政府也不应该顺着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绿能的 这样动作 大力的去推动 所以我觉得 还有包含 我们刚刚张詹琳老师 有提到取错国小部分 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 陈建仁副总统来到了大城乡 那他也提到说 他们应该把这个六亲的问题 把他理清 那我们那时候很期待说 是不是副总统 你来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 类似有个承诺回去 那明年的夏天 就这个时候要开学了 学生不要去学校读书 因为写酒研究说 学生学生里面的 学生中心属的含量 还有毒物太高了 那为什么要让这些小学生 在那边做白老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太妥当 那其实今天说实在的 看不到林全说 好啊 许说国小 我真的觉得应该 不应该让学生 再继续在那边留着 所以有关 今天的满意度 其实我觉得 魄力还是不够大 但是我想回应 刚刚有提到说景气不好 其实我觉得景气不好 是因为生产过剩 那同时也生产了很多 没办法 就是效忍很低的东西 我们以前 大家都印象中大同电锅 可以用十几年嘛 现在很多个电子产品 可能两三年就坏掉了 但是一直要用我们自然 资源去生产的东西 就过度的浪费 所以我觉得景气不好 是因为 真的是生产过剩的问题 那劳动劳工 你们资方 其实可以不要生产 这么这么出力的产品 所以生产更好的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产能 把把这个效能弄好 那让员工 在这个环境里面 可以更好 那是我觉得是 资方应该去投入的 那你们只是想说 能够卖越多 我赚越多 那其实也压造到劳工的权益 那我记得我二十年前 我的起薪就两万六了 现在大学生 你起薪两万六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资方的问题啦 资方你再压榨学生 然后再起 压榨劳工 然后再欺压政府 我觉得真的很不太妥当 好我们回头来看 对不起 我们回头来孙主任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段时间 这三个月来 劳方资方 劳方资方 对这个纠结 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那其实低薪跟过劳 不只是这三个月 我们才说 其实过去过去这些年 就一再的大升 几乎有没有办法去做 这样的调整 那台湾的GDP 这个有提升 但有提升 但是大家一直质疑的 为什么都没有回到劳工的薪水 这一方面 那当然大家就会有所质疑 对资方也会有所质疑 那也期待新政 换一个政府 你是不是换一个思维 有这样一个核心价值 可不可以改善这样的状况 我没有办法帮新政府讲话 我想那个新政府的官员 他们自己的一套施政逻辑 但是我想刚回应一下 刚刚说的资方 也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的这个供给 确实有过剩的情况 所以中国大陆 才会有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就是中国大陆做了一大堆 很廉价的东西 其实不是我们台湾这个资方 全中国大陆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钢铁卖的跟白菜一样的价格 然后全世界钢铁在倾销 很多东西他们都在倾销 所以造成很多的价格大跌 所以我们台湾的工资 也受到中国的拖累 过去很多的厂商 到中国大陆投资 所以台湾这边 很多工人慢慢就失业 不太好找工作 所以稍微低一点的工资 没有像以前那么高的工资 你也得接受 其实我是业者 你们自己想往那个方向 就是我要有什么低的薪水 往那个方向发展 你南下侦测也是这样 业者就是往哪个经济成本 我花很多钱的产业发展 但不应该这样 你们业者本来就是要照顾 我们现在台湾 有另外一种业者 比如说很多新创的产业 他们在网路科技上面 做了很多的创新 在金融科技上面 做了很多的创新 像这样子的服务业 在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时候 常常都 都在讲开工厂的 放黑烟的 其实服务业在我们台湾 大部分的民众 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 他是在服务业里面工作 有很多新创的商业模式 如果你在这样子的商业模式里面工作的话 其实你的薪水 比起以前传统的端盘子 开车的服务生要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 大陆这种供给侧改革 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想法 第一个 劳动的方式要改变 以前就是工厂里面 养一大堆工人 每天像机器一样 一直做东西 做到没日没夜 我的母亲 以前就是作业员 他以前就是每天在加班 他们那时候很贫穷 所以加班是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现在大家薪水比较高了 加班不是再是我唯一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劳动的方式要改变 第二个 资本运用的方式要改变 我们现在有很多 太多同质性的厂商 像中国就很多这种 钢铁厂开一大堆 什么厂开一大堆 台湾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形 很多厂商就做同样的事情 开一大堆 第三个 土地的运用 我们以前的土地是绿水青山 现在都堆成金山银山 怎么样把这个金山银山 倒回去变成绿水青山 这个是我们土地运用 这个我想新政府 也要去提出一个想法 最后一个创新 我们台湾以前的老板 你现在听到的老板 就是二十年前这些大老板 到二十年后他还是大老板 我们台湾没有新的老板 大陆有马云马化腾 有雷军 台湾讲来讲去 就是施政荣跟张宗谋 所以我们觉得 台湾的企业家 企业也不够创新 所以我觉得要应付 您刚刚讲的生产过剩的问题 不要单纯怪资方 要我们刚刚讲的四个方面 劳工自己 资本家自己 土地的方面 创新的方面 四个方面一起来改革 而不是单纯归咎哪一方 那样永远找不出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待会儿还会持续来讨论 那我们台湾未来的产业 真的可以吸纳 包括台湾的产业转型 有哪些的产业是真的可以 走到来创新 又可以吸纳就有的 就业人口 或者有一些创新的就业人口 何律师长 讲到中部的空气污染的部分 今天在污染物的流氧化物里面 欧美的标准是七十ppm 美国标准是五十六ppm 日本标准是九十六ppm 目前台湾国家的标准 还是两百ppm 那我认为两百是很高 可是彰化 台台化公司的彰化厂区 他的现在第六个机职 第七个机职 都是活服标准的 那第八个机职 他们承认希望做到五十ppm 那么目前检测出来 也是小于五十ppm 那目前整个工业空污的比重 只占了六六点八%而已 因为大陆外来引进来的空污 占了三十四%到四十% 还有另外飞机的空污 汽车的空污 冷气机的空污 还有排油NG的空污 包括餐厅跟家庭 以及废弃物池里的空污 因为台湾是地载人扯的地区 我们的机车比例是全世界最高 那机车也是全世界最高比例的 因为在这么窄的地区里面 这么多汽车 这么多机车 他的废弃物无法扩散出去 人家的国家是地管 涨延稀 所以他的空气会比较好 可是基本上台化公司的桃源厂区里面 他至少让他在没有达到以前 慢慢的改进 虽然我们的国家在一百零五年的十万一日期 标准要延格到六十ppm 我觉得这是好事 但是我认为企业界都有心从国外引进新设备进来 让他们去改善 你看日卫官公司在高雄的污水事件 曾经市长也给他一个期限去改善完成 我想企业界目前不想违法去被判刑 经营企业者不想这样子做 但是你要给一个期间 那么台化公司在彰化厂区 他的总营业务主占台化的四点四percent 他每年亏损一点三percent 不好意思 你刚刚提的部分 那么我觉得 我认为在这个环境污染的方面 我们不能用一种 这样业者 你们这样的提的是有问题的 台化提的东西 其实不是玥英跟那个理事长 我们可能要让观众朋友们先了解 到底台化 台化彰化彰化厂 他是什么样的问题 台化彰化彰化厂 其实是台化这间公司 台所的集团的台化这间公司 他们的起家屋 算是他们起家 创立的一个很 一个工厂的状况 但是呢 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执照的问题 那怎么办 那工会觉得说彰化县政府 你不让我们这个有一些的 气垫营运设备的执照 因为我们申请还可以再沿用 你不让我们用 我们可能势必要面临 停场 真的是这样吗 有没有问题可以解 我们要先让观众了解 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的主题之一 台化 他也因为产业跟环保关系 我们先来看出席 西亚 贊华县的环保团体集结在 县府广场 他们认为台化要利用工会 对环保群施压 建议让县府合发 深美使用许可 希望县府能为了民众健康 坚定立场 因为县府你就要坚持自己要该做的事情 依法行政 你们他们没办法提出一个含流量低的 一个深美的那个标准的话 他们当然就不能合发嘛 所以我们是来挺县府 要支持县府 一定要聚发许可 而台化工会接到消息 也在同一时间到县府抗议 警方严正以待 避免双方发生冲突 台化员工和包商高举抗议部条 他们认为县府遭到环保团体绑架 所以多次将深美许可 展延的申请推荐 接下来还有三个制程操作许可 即将在九月二十八日到期 如果环保局仍以推荐处理 恐怕将有上千名员工的生计 受到影响 张娃县府强调 所有的行政都依法处理 绝对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环保局公布的这边 其实我们一切的作为 都是依现有的法令的规定 跟程序在办理 环保局表示 台化即将到期的三个制程许可 每五年重新申请 因为制程中有使用申煤 所以会更加仔细审查 若内容有问题 将会推荐修正 为通过展延的期间 生产线依法不得运作 我们刚才看到是台化的彰化厂 我们再来看一个说明 这个台化的彰化 彰化厂为什么会面临所谓的所谓的官场的危机呢 就是他们的有蓝莓的气垫设备 没有达到排放许可证 到九月二十八号要截止了 他们希望这个环保局给他们展颜 展颜 但是还没有同意 还在审查中 那先政府的说法就是台化应该要降低这个流化物的排放 那加装两套的脱流设备 或者采购就是流含量比较低的煤炭 那台化的说法说厂区没有 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增加这两套设备 那另外这些要买低含流量低的煤炭也很难买 那也会让集成的效果降低增加污染 那他未来说有替代方案 说未来两年 他们绝对会让流氢化物的排放 维持在五十ppm以下 那我们台湾的ppm的标准 就是刚才提到的两百 所以他是说 他会比国家的标准还要严格 那在两年后 还会再降到二十五ppm 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准 如果说这个跟环保局申请的 这个没有过的话 影响到的是九百四 四名的员工 跟所谓的协力包商失去工作 那好 拿这个例子来看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环境生态因为空气污染 这几年中部空气污染很严重 那又有劳工的权力 还有企业的生存 几个问题纠结在这里 难道没有山营的方向 岳音你们怎么看 我要跟他澄清他的事情 这个其实台化主要是流氧化物的东西 是流氧化物的东西 流氧化物他是不符合标准 环平标准 而且环保署环平审查是民国八十八年 就要求含流量零点八七 那你们自己达不到 然后现在环保署 环保局跟我们讲 台化一直拿出 含流化物要一点二percent的 人家是环平室是要求零点八七 你拿出一点二percent的 然后你就刚刚说 业者做不到 但是我这边环保署在 彰化环保局 在一百零四年六月的时候 在针对彰化 锅乳的蒸汽的一个制程 提出了许可证的审查部分 彰化有六家业者 就有五家业者都申请通过 只有台化不申请 人家都可以做 为什么你做不到 你还说那个是没有空间 含流量很难 可是有五家 已经通过了 也审查通过了 那你一直在讲说没办法 那我觉得这是 台化这样做真的不太好了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看得到 彰化的 其实空气真的很糟糕 很糟糕 中部地区也是 那全彰化还有云年加一 都是这几年二零一四年的肺癌 就诊率 彰化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云年 第三名是嘉义 就是彰化的 其实空污 空污真的招很糟糕 而且在彰化市 我这边有一张图 全彰化市啊 在台化周围五公里 居住了二十三万人 二十三万人不是小数字 二十三万人天天吸你台化的 有毒的重金属 因为蓝莓烧出来是很含有一些拱 有害物质的 那这边有八十八所学校 这些学校有多少人 五万六千多个学生 这是都未来我们的主人翁 那你要铺路在这个环境里面 然后你跟我说 我们做不到 为什么其他的业者可以做得到 不是这样子的嘛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种状况 之下台化应该去考虑 因为在彰化市嘛 台化在彰化市五十几年了 你这个产业是不是要转型 在彰化市 你不应该发展高污人的东西了 其实我们也常常听到 很多民众跟我们检举 台化其实甚至还要提到说 污水打到地下水层里面的 都有听到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啦 但是我期待说 彰化市要往好的方法向发展 那我觉得台化这个位置 很适合发展工业 发展商业 然后甚至住宅区 那往商业发展的话 这边地价也暴涨啊 这是对台化其实是很好的 那甚至员工也可以在未来 这个工商的 假设一个商业大圈的话 那其实员工所生活的一个就业 就业环境就变得比较干净 比较卫生 我说我觉得这个是业者 应该去考量的 不能一直说在彰化市 我要一直要烧蓝莓 然后一直用那些有害的东西 然后还说我做不到 然后还说那个怎么样的 我这是企业不应该这样做啦 我想今天台化已经公开 总裁发表声明 他们一定会去把它改善完成 而且美国的标准最低 还五十六ppm 因为我认为我有看了很多资料 台大的教授去做调查以后 并不见得是很高的 而且你刚才讲到贵牙的部分的市值 我也去查了一些资料 并不是完全这样子 我也是卫生福利部的健保会委员 我也一直看 我们要回头来看 这就是企业问题 环保问题 我们在当中又牵涉到劳工的权利 劳工的权利 在这当中 是不是 人家说 常常都说要三贏 要三贏 但是很不大 就看到了三个问题卡在这里 劳工 那我想最近 最近 应该是最近十几年来 常常我们会看到 这个我们的企业大老板 常常不愿意投资 一些房屋人的设备 以致我们的空气 我们的土壤常常遭到污染 我想这不只彰化 全臺灣各地都有相同的情形 那我们政府机关呢 有 当然有时候会依法说 你就必须改善 那通常我们的业者都是用 好吧 你我这个 反正我没有立正 我就官场 你的劳工 你这个劳工 就会失业等等 来威胁我们政府 我想这是做一个企业组 做一个合法经营 甚至这个正规经营企业组 不应该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 来跟我们政府讲 我这让你劳工失业 等等 我觉得应该是他既然要在这里生根 要在你创造一个企业 他应该努力让他的环保 合乎国家的标准 让我们在职的里面工作员工也能够安心 然后继续为这个企业来打拼材的 不是说一味的用各种方法来推卸责任 或者用各种方法来把我们的土地 把那空气搞坏 这是我觉得最近几十年来 我们看到不只是彰化 包括高雄桃园 甚至我住桃园也是有这种情形 偷盗废水 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想我们政府单位也应该想实在政府 应该做一些有些作为 对于常常污染我们土地 让我们人民失去健康 这些厂商应该予以重罚才对 好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产业真的是需要转型 台湾面临到一个产业的转型的一个 十字入口 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我们在新政府上台的时候 他其实有提出了几个产业 包括了所谓的生医 生剂医药 亚洲矽谷 智慧机械 绿能科技 还有国防产业 要带动新的产业 政府会带头点火 改善大环境 那产生一个群聚效应 创造产业链终结 连结 连结在地跟全球 也希望可以吸引企业投资 然后有附加价值 然后借此利润 也可以提高劳工的薪资 所以说 其实这这几个产业 其实我们听到 看到的就是说 当然这几个产业很不错 可是他是有门槛的 那台湾是不是还是有需要 有一些可以帮助 比如说唱台话 虽然大家觉得说 你实在没应该 把老公上去头前 台话说 台话说 因为老公都已经平均四十八岁了 你叫我整个收起来 你叫这平均四十八岁的这些劳工 怎么去找工作 那刚才理事长也提了 其实在这样的事情上 不应该把劳工 这个问题卡在推到第一线去 但是又面临转型 台湾能够怎么办呢 我想我们的政府的 这一次的政策 提出五大创新产业 其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产业政策 必须有短中长期 他也承认这种产业转型 可能要五年以后 你才能发挥比较大的效果 你要去建设一个什么智慧制造 国防工业 你知道国防光照一个船 光照一个飞机 可要一两年的时间 何况你要把整个产业建造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五大产业 如果即使现在政府投入资源 真正能够开花结果 也不是目前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们现在台湾 这些几位在讨论的问题是 我们台湾现在一直在纠结的问题 以前我们都是比较劳力密集的 比较传统的一些产业 现在要往一些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去转型 但是我们转 感觉起来转错了方 有点转错了方向 我们这十年 刚刚也特别提到 我们薪资都没有加 经济成长率每年都有四趴 但是员工薪资都没有加 为什么 因为创造那四趴的 他用人又很少 他都用机器在生产 比如说像那种高科技的厂商 像那个台积电 台塑 中刚 在那个里面上班的人不多 里面上班的工程师薪水不错 但台湾大部分的民众 都不在这几家公司上班 台湾大部分的民众 在中小企业上班 在服务业上班 所以带动台湾GDP的 这几个火车头 他其实里面上班的人很少 那一般来说 这其他的国家会用 比较高的税率 比如说这几个工程赚钱 多抽一点税 税再来分享给一般的劳工 分享给一般的民众 但是我们台湾的税也不高 IMD的竞争力排名 外国人对我们台湾 觉得我们台湾有几样东西很好 税很低 水很便宜 电很便宜 有很便宜 都认为我们工资业很便宜 什么东西都很便宜 结果我们反而感觉起来 一直在促成某些产业的发展 但这个产业对于台湾 一不带动就业 二不带动税收 对台湾的帮助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现在小英总统 现在也讲到了 像这样的一直鼓励 电子业的发展 其实对台湾来说 是不太平衡的 我们应该去发展一些 其他的新創产业 再回头头去 再去走石化业 钢铁 一九七零年的大电钢厂 大石化厂 感觉起来也不行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东南亚全部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现在做不但是 跟他们同质竞争 而且对你的环境 台湾这么小的地方来说 也是一个污染的来源 所以要一直在找 很多的新的产业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很多像那个街上的共享经济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 那个机车很多 现在在国外 中国大陆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中国大陆路很少 车很多 所以他们就拼命鼓励共乘 那一般民众 你鼓励他们有用 通通用滴滴打车去共乘 用那个软件 用那个软件 我在上面就会 让那个车能够有共享的功能 未来我们台湾 是不是也能够这样想 我们的台湾地这么有限 空间这么有限 能不能也用这种 共享经济的方式 由政府来主动带动 让我们台湾这个有限的资源 不管是空气 水还是道路 还是工厂的产能 都能够获得比较平均的运用 不要再新增产能 但是现在的产能 已经够台湾人的用 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我们政府 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做 好 我们也看到的是说 好 那如果说真的是说在 你说刚才那几个产业 都需要长期 那有没有哪些产业 失职 他实际上 他也可以转转型 也可以有一些的解一下燃眉 至极 然后这个劳工的失业 潮又不会这么大 我觉得有几个像服务业 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开工厂 其实台湾这个地也不大了 开工厂要开很高 附加价值的工厂 像大力光台积电 之后 你在台湾可能还有点生存的空间 你要跟大陆比那几十万人的大工厂 我们的政府能不能再想一些办法 提高他的附加价值 让教育 让医疗 让金融这三大服务业 成为台湾吸纳人口比较多 而且含金量比较高的产业 如果这三大服务业 在别的国家都赚大钱 在台湾这三个都叫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就基本上赚不了钱 用人都是用的很精简 所以你常常看到 医护人员也常常会有过劳的问题 那如果你能够让这个产业 能够含金量更高 让他的医护人员获得更多的尊严 获得更好的休息 我觉得这样子的产业 对我们台湾来说 可以解决当前的一些问题 就像目前在去年 我们社雇员工每个月的经常性薪资 是三万八千七百十六元 加上 如果加上弘利奖金 三节奖金 主计统计出来 是四万八千四百九十元 那么这十年来 平均有二%到三点八%的成长 并没有说没成长 只不过因为整个产业 因为台湾是六十八%是外销产业 另外目前在今年以来 整个台湾接单 海外生产 已经成长到五十九% 未来会再继续成长到七十% 那这个原因是出在一个 整个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所以逼着产业一定要外移 我认为你没有国际竞争力 你留在台湾是什么 一定要外移出去 才有国际竞争力 如果你认为在这边可以生存下来 你就好好去转型 结构转型 如果你不能生存一条路是你外移出去 再继续的国际竞争 第一 另外一个就是你官场 不要做了嘛 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要企业界留在这里做 又要让政府一直欺负 防保团体 劳工团体一再欺负 你要留他赔钱一直做 这倒还是倒闭啊 以前漂济法还要抓去官呢 你要逼着他在台湾倒闭吗 那当然就收掉 赔钱你就收掉 不能就外移出去 但是你今天大学的新数 为什么会加上 因为你这二十年来开放 全部都是大学 百分之一百十五可以进大学 我们百分之百 觉得你要读大学读大学 可是你现在大学毕业的平均薪资 前四十一名都在三万六 到三万八到四万这个中间 前四十person 中间的四十person 大概都在两万八到三万 另外二十person的能力 跟国中生差不多嘛 那你只能领两万四到两万八 这个中间 我想大部分都是这个薪资 你不可能百分之百 都是大学毕业生 百分之百都是非常精英的 大学毕业生 我想我们教授知道 当时他毕业的薪水是多少 这是一个社会结构 教育结构 人才结构培养的自然成型的 我看其实很多问题 就是这十几二十年 盘跟错级 有一些不同的政策 这样子交叉 纠结在这里 但是我们回头再要来看 我们先来看段BCR 来看看到底面对的 目前既然已经菜端出来的 就是劳资一例一修 还有劳基法的修法问题 这个该怎么解 如果这个可以迎刃而解 大家可以彼此把一些争执点 大家彼此修兵 好好往前冲 台湾说不定有另外一个希望 来看这段 民进党党团总招 柯建民十三号表示 因为立院将在九月初开议 为了给行政院处理 急务的时间 决定八月不召开临时会 一例一修劳基法修正案 得等到下会期才能处理 这也意味着九二八教师节 劳工确定放假一天 面对临时会喊咖 企业大佬表示 政府没有按照当时协调结果 以拖待变 只会加剧劳资对立 另一方面 期休一制度虽然延后 却让更多人开始 审视自己的劳动条件 台铁日前就有 四百名运务人员联署 要求修改排班办法 增加津贴和人力 否则这样发动时尚首次 中秋节依法休假 此外 统装瓦斯工会 也打算从下个月开始 和统装瓦斯的分销场一样 星期天休假不送货 但却被公平会驳回 认为统装瓦斯是属于 重要民生物资 如果用工会名义 要求会员统一休假 恐怕涉及 公平交易法的联合行为 由他们自行决定营业的时间 并合理的安排他们的员工 或者他工作假日等等 但是不能透过协议 或以工会的名义 强制统一特定的休假日 劳工休假与工时问题难解 行政院表示 院长林全本周五将举办焦点座谈 讨论七休一等争议 过程还会透过网路直播 但劳团回应 闲聊无法解决问题 希望政府提出具体对策 回应劳工诉求 其实这过去这三个月以来 林全内阁最受人批评的 就是政策同时造成 劳方跟资方的不满 那刚才孙主任你也讲了 这个其实他一开始 他挑的一个最纠结 算是很纠结的一个问题来做 但是咱们说头洗一盘 现在头洗一盘 难道不继续洗下去 还是就终于没事 还是就就就先喊咖 能这样吗 我觉得不当然不可以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劳资问题 在每个国家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虽然刚何理事也特别讲的 韩国的心智比我们高 这韩国的民众罢工 上街是拿铁链 拿汽油弹上街 我们台湾的劳工是很温和的 上街举个标 标语喊一喊就好了 所以相对于其他国家 我前几年到美国去参访 美国人对于台湾的工会 如此的软弱 他们觉得非常的讶异 美国的工会也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老 老板也要珍惜一下 这些这些可爱的劳工 其实这么多年 尤其是中小企业 台湾一百三十万家中小企业 靠的倒不是什么大公司的制度 大公司的奖金 靠的是感觉像一个家人的 一样的一个情绪 感觉起来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相处的和谐的氛围 在最近这两三年感觉有点变化 第一个大环境不好 大环境不好 家人容易吵架 所以本来轻如家人的老板跟员工 中小企业 最近感觉起来有一些不和谐 这个时候政府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 还是我刚刚讲的一句 先把柄做大 先让大家觉得明天有希望 当然不可能说明 今天马上就发钱给你 但是让大家觉得说 今年跟明年 我们政府可以带动一些 比较大的投资 带动一些比较好的希望 那虽然今年我要求 你这边让零点五 这边也让五十 这边也让五十 这边大家能够达成和谐 你现在是完全没有告诉大家 明天的希望在什么地方 你就直接告诉他 这边是七天 那边是怎么样 让他们感觉起来 不是零就是一 让他没有转环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 当前政府 在作为一个协调者 感觉起来比较欠缺的 他希望能够两边 都都都对你说好话 但是老实说 你你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你意思是说 没有办法做两 两边都讨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一进尺的劳资争议 不管是一例一休 所以一例一休 劳方是希望两个利 都是立佳日 立佳日是属于 比较严格的规定 你就要实践 要做到 你要有休假 那你如果真的用到我这一天 你就要用比较贵的代价来买 那当然资方 他也说休假 他希望有一个是休假日 可以协议上班 那另外一个七休一 七休一 就是说 你最起码 特别对于一些弹性排班的 像那些 问奖大客运的这些驾驶 或者是像是运输业的 你至少要有六天 要休一天 好 我们也看到老板跳起来说 司机不够 基本工资 这一部分呢 基本工资这一部分 希望能够挑到 一点 一百二十六 才能过这个基本生活 但老板们 现在已经不愿意协调 有没有办法 理事长 有没有办法 大家可以稍微 真的可以把这件事情 然后劳资 劳计划 学法 这件事情可以好好走完 为什么 看起来好像 你得不到你讲什么 台湾现在的 号称九百万劳工 但是我们看 我们的薪资结构 是蛮可怜的 有八十几万人 目前有八十几万 是零两万零八块 基本工资 在过日子 也有四百万人 是零三万块以下的 所以可见我们的 我们的政府 或是我们的雇主 长期来就是刻意 压低我们的基本工资 压低我们的工资 为什么 他就是要你多多加班 所以为什么不能 落实周休 澳日 就是弄个什么 一例一休 来让劳工 有加班的空间 但是劳工 真的喜欢加班吗 今天我薪水过我生活 我要加班吗 所以我觉得 一例一休 就是给我们的雇主 开一个后门 就是有压低劳工 这压低工资的嫌疑 然后要求劳工加班 然后增加他的生产率 增加他的获利 我想我举个绿子 给你听看看 我们有一个基层工会 叫华杰 就是华杰洗滴工会 有一天 今天我们一个员工呢 加班 骑到那个红利灯下面 就睡着了 警察过来就问他 你怎么在这睡觉呢 我要罚你钱 你开罚单 那还有警察先生 你原谅我 因为我实在工作太累了 那你工作都累 他说我为了领三万块 从早上八点要做到晚上十点左右 我每个月的工时 大概正常工时不算 加班费大概就是一百二十 到一百一十之间 所以我为了三万块 真的是付出他的生命 可见台湾的工资 长期是被压低的 这点我想 我们何常委应该非常了解 那我们劳方一直 为什么主张恶利 这也不是说我们要这个什么多扣一些 什么补修之类的 而是真的台湾工人真的太累了 那政府的做法 跟政府的作为 应该是潮 让我们的工资 让台湾的基本工资 让我们的工资能够上升 让我们的GDP成长的果实 能够落实 都漏在劳工的口袋 只要劳工基本上 他如果有多赚一点钱 他基本上也不会很吝啬 他要回去做消费 也会回馈这个社会 然后让经济更活络 更发展 我想一例一休 绝对不是劳工要的 况且一例一休 就是现况 因为劳动部 在恐龙劳动部 对劳基法24条 跟劳基法30条的错误解释 所以造成很多的 所谓的经济六来加班 只能只能领到三分之一 跟三分之二的薪水 也就是说 我今天工作八小时 只能领到六小时的薪水 按照劳工部 对劳基法24条的解释 那我请问一下 台劳会用你来加班吗 那当然 只是那个只剩下谁会来加班 剩下外劳来加班嘛 所以如果要台劳加班 至少要一加一嘛 或是一加三分之一加一又三分之一加一又三分之 或是一加一点五 或是一加二 那不就是一例一 就是现状吗 所以政府这一次想要利用这个所谓的劳基法24条 加强语气说我给你一加一又三分之一 实际上是跟原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了 所以因此他要来砍我们系列架 我认为就是降低了我们劳工的劳动条件 非常明显 好 其实老板 这个在德国财政局服务员曾经强制要求国会通过 那个职位工会禁止罢工 所以德国的经济才 英国的经济才能够拉起来 在一九六零年美国也是一直罢工 在一九七零年以后 美国就禁止职位工会罢工 只有企业工会才准理罢工 台湾的工会法已经修正错误了 所以他们答应要重修 对于这个整个加班的时事 日本是认为一个月超过一百小时 才是死于过劳的时事 新加坡是规定七十五小时 台湾只有四十六 另外我认为我们整个企业界的劳保 健保 劳退 职灾 还有健保补充 保费 我们达到十八点九五% 是比美国 日本 韩国还高的劳动成本 那没有关系 如果你能够创造更好的价值 给员工更好的福利 我都认同 但是问题就出在说 你今天所看到的八十万人领的 基本工资 跟四百万三十万块下 不要忘了 我们目前有一百零八万 在外格服务的员工 那么这些人的公司 就是用基本工资 申报 他的劳健保 所以主席次统计 这个市值是有误差的 另外我们有两百多万 是无雇主的劳工 无雇主的劳工 用他们自己去加保 就是用基本工资加保 包括理罚厅 或者无雇主的自行 業者 都是这样子做 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 什么用基本工资加保 基本工资申报 那些主席次是有误差的 在我们的观点里面 那我认为整个国家的创造 经济利益 当然是要政府 政府 资方以及劳工共同来努力 但是我们二十年来 因为整个政治的不稳定 跟政治的斗争 把整个经济结构 转型发展方向都搞错了 所以今天才会演变成这样 这是这个是前民要去 承设的一个负担 冰洞三十非一日之寒 那我们这样其实谈到这里来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希望能够创造有一些好的产业 那其实在台湾面临到的 这就是这个问题 薪水好的产业 那哪些好的产业 比如说有一些高耗能的产业 我们台湾还要继续要吗 对啊 当然高耗能的产业是最好不要 因为其实新的政府 他们想要往绿能发展 而且想说把这些蓝莓 高污染的东西降下来 那肯定是要高耗能 高耗水这些产业要 势必要慢慢的缩减 那我要讲一下 我二十年前我开始工作 我记得那时候就一个礼拜 就休假一天了 而且只要假日上班 都double薪水 我说我没办法理解 为什么现在薪水比以前更糟糕 而且你还要休假比以前要少 我不了解 为什么这样七月还可以生存在台湾 而且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 有这样不良的不好的业者 就大量引进外劳 那压造台湾的劳工的薪资 那我觉得我其实我刚刚在想的时候 为什么二十年前 我们的政府的发展 反而是对劳工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现在 在二十年前到现在 我至少在工厂 在公司里面待了十年 所以我有那个经验 两家公司三四家公厂都是这样 假日都是double的 没有说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没办法理解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我觉得未来应该要发展 是大家提的绿色新经济 从摇篮到摇篮 我们不应该发展的是 那个从摇篮到坟墓 那个连钢业也是从摇篮到坟墓 像我们做彰化 我们觉得彰化就是个农业大线 我都觉得彰化应该来发展观光产业 那我们有点失望 五大创新的研发计划 居然没有彰化的 那往农业发展的部分 那我觉得农业 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 太多太多的可能性了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 有关农业部分 他其实发展往 往绿能的方向发展 那像彰化 我们大家知道吗 有去做过海牛车吗 海牛车全臺灣就在彰化 这个这个世界奇观 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夏天 如果你去旁在旁海边的看 在海边的堤坊上面的话 你会听到千军万 眼睛可以看到千军万 然后堤坊上面听到螃蟹的声音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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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这是世界奇观 我们可以发展很好的观光资源 政府居然不发展 好 我们看到臺灣的产业 臺灣的经济走到 我们刚刚一起强调 这是一个扭转的时代 但是您觉得说 在我们的主政者 掌握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决定权 主政者 他们是真的看到世界的改变吗 我觉得提到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改革开放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大陆 没有那么多的工厂 现在的工厂是 都要去跟中国大陆那些 我刚从上个礼拜刚从东莞回来 那个地方遍布了一大堆的小工厂 现在在往佛山 往惠州 那一大堆地方去蔓延 所以你以前讲的那种劳动条件 是因为当时只有台湾这间开公司 所以台湾的老板很好赚 分员工分很多 现在你必须要去跟印度 跟东南亚跟中国 能忍受更苛刻条件的劳工去竞争 所以台湾这些 刚刚和李氏特别讲的没有错 留下来的要升级 要不然你干脆到国外去 但是你不应该一直发展工业 农业是我们未来发展的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政府都是还是往工业 我们刚刚讲到很多服务业 也是应该要去发展 因为服务业 像中国大陆 现在要从工业转向服务业 台湾的工业 必须要高负价价值的工业 才能留在这边 低负价价值可能都要到海外去 那些高污染的也不应该进来 我农业六十五年我就创业了 我创业的时候 每个礼拜就让园工修一天 当时中小七月两个礼拜 修一天而已 到公务员 就修两天的时候 我的公司也给劳工修两天 那我在六十五年创业 就开始在中国信通 提拨退资金退休金 到劳动基础 十四以后不准我们提拨 如果企业主都能够像你这么好的话 那就非常好了 但是你希望说 现在这个劳资争议 是不是可以在今年解决 当然看政府的诚意 我今天也在跟营委员长 在调答说 我希望 以上节目可在公司网站 家七服务影音网 随选观看七天 好节目不错过 公司加七 让精彩继续 每个时代都有它回应 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一个艺术的方式 那对我而言 这个方式就是一个新媒体 透过新媒体的方式 我可以用这个时代的媒财 去回应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一个艺术的方式 这个时代的问题 超过新媒体的方式 我可以去保留 关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一个状态 2016公司巡回电影院 巡回到台中咯 8月20日在台中港区艺术中心播映影片 《胜利吹落去澎湖》片 并邀请到节目制作人及节目主持人 阮安祖 林姓婷 到现场与观众面对面座谈 参加活动还可以获得公式纪念品 欢迎观众朋友踊跃参加 详情请上公式网站 台湾史上最年轻的羽球球后戴姿影 前进旅约抢奥运金牌 大家都叫我天才少女 今年最大的目标在奥运得牌 面临烧死化现象 竞技体操人才配讯亮红灯 每周六晚上6点15 青春发言人用你的角度看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